关于女性阴毛是否剔除的问题,而作为男性,也有阴毛的存在,但是,却很少有人关注或者是提及,男性阴毛是否需要剔除呢? 男人剔除阴毛的好处一,干净男性的阴晶和阴囊附近的一小撮阴毛是细菌,并绝合一味生长的完美地方,经常修整或剔掉阴毛是保持个人健康,干净没有意味的最好的方式,不过如果剔掉你所有的阴毛,会浪费了你太多的精力,至少你要经常修剪它,而阴晶变成估计是每个男人做梦都想要的, 那就是让外界变长,你想增加你外界的长度吗? 是的,通过剔阴毛你可以做到,不需要要练或特殊膏,只是剔掉你的阴毛,很多的阴毛让你的外界在勃起时看起来更短,因为你的一部分小弟弟藏在了你的阴毛里了,剔掉阴毛后,你的外界在勃起时会看起来更大,就会大大增加你的信心,而且你的伴侣也会注意到。 三,吸引女人就是剔掉阴毛后更吸引女人,没你也会享受你光滑的阴毛。 调查显示女人更愿意热气或或者修剪过阴毛的男士口交,这看起来和闻起来很干净,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在一推阴毛上咳嗽,所以又一次,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 日常护理是关键一,别沾染香烟香烟会阻碍伯起,吸烟是导致早现的原因之一,并且有证据显示吸烟会影响伯起去测。 研究实验中发现烟迷了外界就明显小于不吸烟者的,专家认为吸烟不净会,损害血管,而且会对外界组织带来损伤,导致其弹性减小。 膨胀受阻,二多走走蹦跨,是因为周日那段撑到爆的大餐,一次宿罪欲或是糟糕的心情,迈开不止就对了,一项实验中研究发现,相对于每天久坐的男性,一天散步两英里,的男性有勃提问题的几率只有一半,二十分钟的卖淘或者三十分钟的举重训练同样有效。 三,控制好血糖因为糖尿病加速动脉病变,损伤外界血管,增加阳尾危险。 另一方面,糖尿病又会损伤神经,导致全身神经传递磁激素速度降低,久而久之,外界也会麻木。 此外,男人的私处也应该经常清洗,如有包皮,应该拌开包皮,用水和中性肥皂清洗内侧,保持龟头干净,可以防止感染和发炎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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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